瑞士香妇女会配合疫苗接种作业 从原来的卫生所转移阵地到相公所前广场举办捐血 不过也有民众反映说最近施打第二剂疫苗 很怕会影响到捐血品质还有自己的健康安全 因此不太敢来捐血 而为此卫生所的主任吴大志表示说 要看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 如果没有不良反应的话 基本上捐血是不影响的 配合卫生所第二剂疫苗的施打作业 瑞士香妇女会今天承办的捐血活动就转移阵地 来到相公所前广场来进行 信了不少热血民众玩起衣袖捐血救人 今天的礼品是可以说是有史以来 募集到最多的一次全部有11项的小礼品 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疫情的前提之下 可以提高捐血率 尤其妇女会也在各界捐助支持下 祭出了各式各样的小礼品 免被赠送给捐血的民众 让受疫情冲击而冷却的捐血活动重新升温 虽然祭出丰厚的礼品 但是由于近日 瑞士香内才刚完成 接种疫苗的民众多 不少人也因此忧心是否会影响到捐血的品质 或自身健康安全而筹足不前 瑞士卫生所主任医师吴大志对此也特别说明指出 施打疫苗与捐血是互不影响的 如果你真的很想很想很想捐的话 理论上是没有说打疫苗前不能捐 或打疫苗后不能捐 但是以我个人的建议还是会 因为打疫苗之后可能会稍微的身体会稍微不适 还是先休息会比较好 主任医师吴大志也重申 由于施打疫苗的民众 不论生理心理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 但若没有强烈不良反应的话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晚袖捐热血 但若民众仍有一律 医师吴大志强调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好事多磨 想捐血的民众 缓隔一两周再捐也无妨 记者是越南瑞瑟采访报道